在有理數我們已經知道說一個整數比整數寫成的分數的話 那它去做跟另外整數寫成的分數兩個去相加可以通分 相減加減可以通分 乘除一樣把它分子分母把它個別乘起來 你會發現分母分子都還是整數可以寫成還是可以寫成整數的比 所以有理數兩個有理數不管它做加減乘除它最後都還是有理數 單除不能除以0只要是這樣子最後都還是有理數 所以有理數不管做幾次的這個四折運帥它都是最後還是有理數的 那已經知道根號2是無理數 那要講說3加根號2也是無理數 那我們要怎麼證明呢 這要怎麼證明呢 那我們是用歸這個歸謬正題法或者這個矛盾法 意思就是說呢我要證明它是無理數 那我就假設它不是無理數 它不是無理數在數線上不是無理數 或者在這個數裡面我們現在在做這些數裡面 它不是這些十數裡面不是無理數就是有理數 我假設它不是無理數 意思是說我假設它是有理數 假設 這個是有理數 好那假設它是有理數 最後發現這件事情不可能會產生矛盾 那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假設錯誤 假設錯誤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有理數是錯的那它只好就是無理數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證明很簡單 很簡單 它的想法 想法就是這樣 我假設你要證明的這件事情是錯的 結果發生矛盾 那錯了就不可能 錯了不可能就知道是對的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我們要來看看這個要怎麼假設 怎麼證明呢 怎麼證明呢 好 我們先假設它不是無理數 那它是有理數 那我們就叫它叫做R 好 我就令它叫做R R就是這個數 那R是這個數的話 我可以打R-3 這個邊也要-3 兩邊-3 R-3跟這個-3 這個-3就剩下根號2 所以 R-3就等於根號2 或者根號2就等於R-3 可是 R我們剛才說它是有理數 假設它是有理數 再減掉一個3也是有理數 整數也是有理數 有理數再加減有理數 還是有理數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一個有理數 那根號2就等於一個有理數 可是我們已經證明出來 根號2根本不是有理數 那不就是產生矛盾了嗎 它相減是有理數 這樣會變成根號2是有理數 這樣跟根號2是無理數 就是矛盾 所以可見 我們假設是錯的 那假設是錯的 它不是無理數 那不是無理數是錯的 就只好是無理數 所以就證出來它是無理數 這樣有沒有問題呢 謝謝 謝謝 謝謝